一开口就让听众沦陷 乐坛女音色流氓有多挺 她们一开口没人不服 但时嗓音张绍涵 乐坛最具辨识度的女歌手之一 她的嗓音清澈纯净 穿透力有强 不管是自己的原唱歌曲 还是翻唱歌曲 都是推出极经典 最近的这首暮色回响 已经70亿的播放 两个切菜的把厨师给炒了 被踢出菲尔乐队的詹文婷 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当年那时候我们的爱 是每个人MP3必听歌曲 菲尔空灵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 不能复刻 哪怕乐队后来找了新的主唱 也超越不了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黄灵不愧是转音歌机 从形象到声音都是魅力十足 如果乐坛分六界 黄灵肯定是那个妖界的 早期的嗨歌 杨到现在的小雨 都让人欲罢不能 理解为什么古人爱下江南听小曲了 这苏麻到骨子里的声音 谁不爱呀 扇一纯 扇一纯 音色清澈 转音像吃了德夫一样丝滑 对歌曲情感的把握 有超出年龄的成熟感 火了这么多年 一看竟然才大学毕业 这就是出名要趁早吧 邓紫琪的音色饱满 且具有力量感 不管是高音还是低音 都给人锐利且空灵的感觉 就连凡西亚参加歌手 都要演唱她的 《来自天堂的魔鬼》 两个人都是实力派唱将 对我耳朵好啊 冷门歌手 孙燕姿的音色辨识度 无需多言 看看现在多少AI孙燕姿 那就知道了 孙燕姿声音带着 微微的磨砂感 她的歌总是情感丰富 充满张力和故事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然而恒重之壮 被误解被骗 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 总有残缺 王妃的声音更是被称为 仙音就像坠落凡尘的天使 虽然沾染尘埃 却不识人间烟火 若想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笑言 你的手我攀升在前 请带我去明天 都说千万不要跟音色流氓 同唱一首歌 即使是实力歌手 差距也是显而易见 周深与华晨宇翻唱同一首歌 效果却天差地别 华晨宇在王牌对王牌中 和国家级乐剧演员毛维涛 合唱的烟花一棱很有意境 但突如其来的高音 还是让很多人受不了 而周深一开口 这扑面而来的鼓风气息 任谁都会赞叹这绝美的嗓音呢 成长发地生 落在那座街坎 张杰买下了关篮高手主题曲 直到世界尽头的版权 没想到 却被陈鼠生唱火了 这俩人都有音色流氓之称 到底是难分高下 还是差距悬殊 你来评评吧 在冰冷森林中 我已孤独穿心太久 像被人的空关头 谁在意心里的羞 在冰冷森林中 我已孤独穿心太久 那图面的自由 我已变成奢望的梦 黄霄云在梦想的声音 凭一首左手指乐 一战成名 如果说她的高一是技巧拉满 那么萨领领就是技巧 和情感的双重加成 真的是兴奋天灵盖的高音 无奈卫视跨年晚会上 胡夏的一首破茧 展现了她超强唱功 和清拳般的音色 不过原唱张绍涵一开口 还是有一种白月光杀回来的热血感呢 飞尔乐队把原主唱 詹文婷提出号 新找的主唱韩瑞 再唱经典 我们的爱 却被吐槽声音没有菲尔的好听 到底是老粉的情怀吕镜 还是真是如此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 我还默默的等待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 我还默默的等待 王林的羊可以说是非常难唱 听完田富珍的翻唱 再听王林唱的 才知道什么是需要打马赛克的嗓音啊